大家好,我是楚瑜查道 今天这件器物是一件西州早期四虎形的浴室 清白浴制,腹部黄褐色钦 主题纹室以双阴启阳为主 那么两面同宫同纹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这件器物的双阴线不是很标准 大家看基本所有的线条功法相对粗犷 都以搓膜为主 而且还能明显看到深浅不易的划痕 所以您可以理解成特殊时间段的特殊工艺风格 也可以理解成没有最后的浸泡细膜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像咱们石谷山坊收藏的这件西州玉皇 在前几期视频也给大家做了分析 那它所有的线条工艺非常精细 标准化 那总体的感觉就是比较精致 但是今天这件玉虎 粗犷的文士着客风格 是不是更有仓谷的味道呢 那为什么仓谷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不再像商代那么夸张 你看我们商代的这个虎口呢 它叫阔口 疗牙 而西州的这件虎口呢 虽然似锯齿状 没有问题 但呢 它相对内敛 成闭口状 柔化 风格明显 所以说呢 它偏向于西州 那视频最后啊 大家再看尾部 捡地 除损的造型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什么用途呢 现在已知的这种造型 在故宫博物院出现过 啊 它是这么写的 这是一件商代玉虎形刻刀 那通过这个名字的描述啊 我们只能理解啊 这件器物除了配挂 还有一部分实用的功能 啊 这是我的理解 这是我的分析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针对这个问题啊 各输己见 做一些自己的分析 和猜想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欣赏